現在看起來藍綠兩大政黨的政黨實力 基本盤都差不多在30%左右啦 即便民進黨大概也是這樣子 就差不多大 所以如果光靠你的基本盤是 沒有辦法確定贏的 也因此呢你剛剛提到中間跟年輕這一塊 當然是對國民黨來講 所以當然很重要的是政策嘛 對 你如果在最後這一個月 針對中間選民跟年輕人特別關心的 這些政治的議題 能夠講清楚 能夠 而且讓大家覺得這個是 過去民進黨給他8年他都沒有做 那是不是還是比較所政治 經濟民生 經濟民生真的是對啦 我早上也是一樣啊 去拜跳 然後一群民眾講兩講 就有一個突然講說 那個要翻轉啦 你看都沒有工作做啦 喔 所以他現在有些是你知道 過去什麼週休三天 這已經不算什麼 現在很多一個禮拜三兩天 啊 三天兩天很多 尤其製造業 你們可能都在台北不了解 不了解 你到中南部特別是製造業 然後這也要接外銷訂單 他好的很好 不好的很差啦 你說半導體啊什麼 或許感覺上 啊科技好像 熔井 一片熔井 或者沒有那麼差 但實際上很多的 出口的製造業 他們的訂單是 大量減少的 那你說無薪價那已經沒什麼了 現在我說一個禮拜上兩天班 三天班的很多人啊 我們站入口就很清楚了啦 禮拜一到禮拜三車子特別多啦 禮拜四禮拜五可能車子變很少 摩托車變很少 為什麼不用上班啊 放假啦 甚至不用準時上班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 很慘耶 這個就是經濟面嘛 也是經濟面 民眾其實是深刻感受到 我朋友在做便當 那做工廠便當的 每天以前 每天中午 有時候晚上加班的 便當做不完啊 現在咧 現在中午有的做就偷笑啦 差這麼多 然後本來可能一天 可以做幾百顆的 現在都把少了五成以上 很多老闆就 就是怎麼樣 硬撐啦 老實講是硬撐啦 然後都是在吃老本 那員工也很無奈啊 你說他要去找其他工作 不見得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 那一些比較不受影響的 或者是說他有商機的 有工作做的 這老闆又遇到什麼 缺工啦 嗯 你也找不到工啦 對不對 所以對他們也是問題 缺工也是一個問題 沒工作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呢成本 墊高 提高 物價高 也都是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 林林總統這都是經濟面的事情 嗯 所以經濟面如何有一個能夠讓民眾對你的將來指正有信心 我覺得這個是最後這一個月要拼的 而且可能在大選的辯論當中 嗯 也是 也是大家會關心的焦點 嗯 除了說一般大家認為說總統是國防外交兩岸以外 但是一樣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也是一個重點 嗯 那甚至是對於中年選民跟年輕人來講 這個可能還還大於所謂的國防外交兩岸的議題 因為每一個組織所關心的政策都是不一樣的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民進黨執政的十大民怨找出來 嗯 我每一個民怨我都有對應的處理方式 嗯 我上台以後 不用去講說我GDP要成長多少% 你只要告訴我說這十大民怨低薪我怎麼樣處理 我馬上處理 大家如果一看一聽覺得說這是有可能的 自然而然他尤其中間選民 他就會選給有希望的 因為畢竟他做了八年了 我已經給你八年的機會 你還是做不到 可是你開出來的 就算是一張支票 我覺得這張支票會兌現 對 我當然有信心 所以這十張支票你怎麼開嘛 對不對 好國安 台灣要不要安全要不要穩定 你支票開出來嘛 你讓民眾來決定 大家一看覺得一比之後 哎對哦 你這樣做可能兩岸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穩定 台海會比較和平 然後 然後呢 我們也不需要一面倒的都只能依賴美國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 就是跟大家和睦相處的一個角色 這個支票開出來 大家一看就覺得這有道理 然後 面對這個像那個 其他的這個社府問題 對 教育問題 教育的部分 民進黨也是到要選舉的 支票一直開出來 這個不用錢那個不用錢 你做了八年怎麼都沒有不用錢 那現在八年要輪替的 可以不用錢 你就開始講不要錢 那會不會你當選以後又變要錢了 有可能喔 對啊 有可能啊 過去的經驗看來一直講 那更何況這些錢都是我們的錢 對 所以反過來要看那你八年的財政紀律怎麼樣 你我的錢你有沒有亂花嗎 還是被污掉了嗎 被貪掉了嗎 我上來以後覺得 只要貪污我就怎麼處理啊 對不對 然後我把錢花在刀口上面 這幾歲到幾歲國家來這個事情 我細部我要怎麼講怎麼做 我們有14 15個縣市的執政基礎 各縣市其實在這些都已經有的在做了 有的自己能做 我就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老年人的健保 健保費誰要付 台中是政府付啊 地方不同 每個地方不同 每個地方不同 那你要不要統一嗎 其實他有開這個機票 這個指標出來 但是民眾 太多了怎麼樣 淹沒了 那也沒有重點 所以應該是針對這幾個重要的 民眾現在覺得是民怨很大的 但是一聽之後覺得 啊這對啊 就這樣做就可以解決了 那你就把這個列出來 你上台以後馬上做 觀光業 等了要死對不對 不能夠恢復這些等等 那你上來之後 我馬上就能夠讓 讓你有怎麼樣 有客人可以進來 那這個就是有感啊 所以我是覺得 你最後差這個 比如說差不多10%左右 這個選票 應該是集中在這一些 去打 集中在這邊去說服民眾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l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只好你成功 請坐在旁邊 咱們快點 請坐在旁邊 好朋友 請坐在旁邊